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即将重启 而在此关键时刻 以色列却对加沙进行了猛烈的空袭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美国最高外交官布林肯正在访问以色列 试图推动停火协议的达成 但双方仍在多个问题上争执不下 尽管调解人提出了新的建议 并且表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但以色列的新条件仍然是主要的障碍 这场持续数月的冲突 已经导致超过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并且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布林肯面临着说服以色列政府放宽要求的巨大挑战 而哈马斯也对以色列的提议表现出强烈的抵制 这场冲突是否能够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下得到解决 仍然充满变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近日 加沙地带再次遭遇以色列的猛烈空袭 此次袭击发生在几位国际调解人 包括美国 卡塔尔和埃及 都对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即将达成的停火协议 表达乐观态度的几小时候 这场冲突已经持续数周 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 不仅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被严重影响 国际社会也对这场持续的暴力表达了强烈谴责 各方调解人正努力推动双方达成一个持久的和平协议 希望能够结束这场血腥的冲突 美国最高外交官安东尼·布林肯正在访问以色列 这是华盛顿为促成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自去年10月以来 这场战斗已经导致超过4万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丧生 布林肯预定将在周日抵达以色列 此次访问是在美方提出建议之后进行的 这项建议被美国 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人认为 能够缩小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分歧 停火谈判预计将在开罗恢复 此前双方已在多哈进行了两天的谈判 调解人们表示 他们已向双方提出了一项桥接停火的建议 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在以色列 布林肯预计将会见以色列总理 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和其他高层官员 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 在周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以色列的谈判团队对推进协议的可能性 表示谨慎乐观 然而 哈马斯呼吁实施拜登在5月底提出的停火计划 而非接受以色列的新条件 哈马斯官员奥萨玛哈姆丹向媒体表示 内塔尼亚胡仍然是停火和交换剩余俘虏 及巴勒斯坦囚犯的主要障碍 哈姆丹强调 哈马斯不接受临时安排 要求一个包括停火和以色列 从加沙所有地区撤军的完整安排 卡塔尔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哈桑 哈拉里指出 哈马斯从过去的经验中了解到 每次接近达成协议时 以色列都会采取破坏性的行动 例如暴行或暗杀领导人 当前的癥结点之一是以色列在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5月提出的建议后增加了新的条件 包括以色列继续在菲拉德菲走廊的存在 以及设立检查站以监控人流动 哈拉里表示 内塔尼亚胡的拖延策略 使得哈马斯难以达成协议 而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一些观点认为 这些要求是合理的 讨论还将包括涉及加沙俘虏 和巴勒斯坦囚犯交换的具体名单和时间表 布林肯此行的最大挑战 可能是说服以色列政府高层 特别是内塔尼亚胡在交易要求上 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 半岛电视台的择音 巴斯拉维指出 许多专家和当地人对这笔交易的成功持消极态度 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在制造一种谨慎乐观的氛围 同时转移目标并将责任推给哈马斯 指责他们不愿意达成协议 哈马斯和一些分析人士 以及以色列抗议者指责内塔尼亚胡 为了保护他的极右翼执政联盟而阻挠协议 特拉维夫的一名抗议者表示 以色列总理不太愿意释放人质和结束战争 因为他有自己的利益 这场谈判在区域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进行 伊朗承诺在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耶 在德黑兰被暗杀后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与此同时 加沙地带的以色列致命空袭仍在继续 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有近20人丧生 其中包括一个八口之家 本周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达到了4万人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当局的数据 在布林肯即将前往中东 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之际 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 在一夜之间造成19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她的6个孩子 这次空袭发生在经过数月的艰难谈判后 美国及其调节伙伴 埃及和卡塔尔似乎即将达成协议之际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表达了谨慎乐观 认为经过两天在多哈的会谈后 协议有望达成 然而 哈马斯对以色列提出的新要求 表示抵制 这使得长期以来的谈判多次陷入僵局 这项正在演变的提案 包括三个阶段 首先是哈马斯释放在10月7日 袭击中绑架的所有人质 作为交换 以色列将从加沙撤军 并释放巴勒斯坦囚犯 调节者希望结束这场 已经造成超过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使该第230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流离失所 并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的战争 专家警告 饥荒和疾病爆发的风险正在增加 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袭击中 杀害了约1200人 并绑架了约250人 其中约110人 仍被认为在加沙境内 以色列当局表示 其中约三分之一已经死亡 11月的一周停火期间 超过100名人质获得释放 最新的以色列轰炸 包括周日早些时候 对德尔巴拉镇一处住宅的袭击 导致一名妇女和她的6个孩子死亡 在北部城镇贾巴利亚的一次袭击中 一栋住宅楼的两个公寓被击中 造成两名男子 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儿死亡 另一场在加沙中部的袭击 导致4人死亡 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附近的一次袭击中 4名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妇女 以色列声称 只针对武装分子 将平民死亡归咎于哈马斯 因为这个武装组织 在住宅区隐藏战士 武器 隧道和火箭 然而 长期的以色列轰炸 已经摧毁了许多家庭 试图停止战斗 以色列针对两名高层武装分子的定点清除后 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誓言报复 增加了中东全面战争的风险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调节者已经开始为实施最新的停火提案做准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达了 谨慎的乐观 认为协议有望达成 一支以色列代表团 预计将在周日前往开罗 进行进一步会谈 布林肯预计将在周一与内塔尼亚胡会面 哈马斯对协议是否即将达成表示怀疑 称最新提案与他们原则上接受的先前版本 有很大不同 哈马斯拒绝了以色列要求 在加沙埃及边界和将加沙一分为二的县 保持持久军事存在的要求 以色列表示 这些措施对于防止武装分子重新武装 和返回北部是必要的 以色列在从边界走廊撤退方面 表现出灵活性 根据两名埃及官员的说法 埃及和以色列军事官员之间的会议 定于下周举行 以商定撤军机制 这些官员因为被授权讨论私人谈判 而要求匿名 调解人们的努力 能否最终促成一个持久的停火协议 仍有待观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调停人包括美国 卡塔尔以及埃及对以色列 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 即将达成表达了乐观态度 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过去数周的冲突 已经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我们现在有机会通过外交手段 终结这场血腥的对抗 历史告诉我们 战争的代价 总是由无辜的平民来承担 难道我们不应该支持一切可能的和平努力吗 楚天书 你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美国 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 究竟能有多大效果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历史告诉我们 这些所谓的停火协议往往只是指上谈兵 2009年的加沙战争 2014年的加沙冲突 哪一场不是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结束 然后又迅速爆发新的冲突 这不过是历史在重演 和平协议就像是吃巧克力 刚感觉甜了一下 下一秒又是苦的 谢琪琪 这次情况不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倾赴以色列 这些调解是有分量的 而且我们要看到 人道主义的灾难正逼迫各方做出妥协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数据 目前已有超过4万名巴勒斯坦人 在加沙地带丧生 这么高的死亡数字绝对不能视而不见 我们难道不应该为这些无辜的生命 寻求一个出路吗 哎呀 楚天书 这数字的确令人震惊 但你真的觉得内塔尼亚胡会为了这些数字 而改变态度吗 内塔尼亚胡可是以拖延和策略著称的政治老手 哈马斯领导人哈姆丹也说了 从第一天起 他们就不会接受临时安排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要知道 历史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每次停火协议都被以色列自己破坏了 你怎么能确定这次会有不同呢 难道布林肯携带的是某种魔法吗 谢奇奇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给和平一个机会 这次的和谈由美国、卡塔尔和埃及三方共同调解 这在历史上是相对少见的强力组合 更何况 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都面临国内外的巨大压力 这种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就像1978年的戴维尹协议 当时谁能相信埃及和以色列能做到一起呢 但奇迹真的发生了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希望 给予这次和谈因友的支持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都快被你说服了 不过 我还是要给自己浇浇冷水 戴维尹协议是建立在双方都有明确的政治利益上的 而这次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的情况可不同 内塔尼亚胡面对的可是极右翼的压力 随时可能翻脸不认人 而且这次协议要实现的条件太多了 从俘虏交换到以色列撤军 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说白了 这次谈判就像在玩叠叠乐 稍有不慎就会崩塌 与其期望其迹 还不如现实点 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平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